差不多是天亮成交 9200亿的一个成交 所有重要门派的重要品种都一起上阵 比如说像新能源方向我们看 这个宁敦时代龙基等等这些 它是上涨的 然后呢上游资源类就有色相关 它今天呢是有很多个国呢 是封这个涨停板的 是继续了扒高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食品饮料和这个医药里头 基本上呢都是传统的基金重仓品种 在今天呢出现这个开盘以后的 迅速的一个上拉 那这种上拉呢 从单日涨幅来看是很大的 5%上下 但是呢从长期走势来讲 又处在一种技术修复当中 并不能够认为说修复得很好 这么一个情况 哪怕是毛太五良也这种的 你看它也是一个长期下跌之后破位 在出了坑里面以后 再出现这个反弹 所以从长期走势来讲呢 它还没有走出这个坑 还没有呢这个走好 就是这个进前阻力上涨的 表现呢也很突出 但是呢有一些呢 可能会面临高速不胜寒 有些呢在相对低位的反弹 会存在呢这种 稳定性还比较差 规定市场已经认可 这样的一些问题 这些呢都很现实 那么在今天相对而言呢 就是传统的 这样一些这个行业 今天呢还是有点被稳弱 包括呢像 比如说像家电 这很传统 对吧 比如说像工程机械 这也很传统 比如说像保险 在整个做事格局里头呢 还没有得到这个稳定下来的机会 比如说地产 今天开盘的时候呢 稍有反弹 它反弹的过程当中呢 随着其他板块走强 也受到这个压制 这是今天的市场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调子 那么从市场的情绪来讲 和市场的这个表现的板块来讲 都算很强 都算很强 比如说市场情绪呢 今天可能跟以往这种情况之下 稍微不同 就是护生300呢 是市场情绪分最高的 是6.4分 全员呢是5.9分 创业板呢只有5.8分 这可能跟大家的感受呢不一样 那这里头呢是什么意思呢 就今天是各大门派 竞权主力上阵 所以呢它会体现为呢 护生300 受到的带动呢更大一点 那就不管哪些板块的 它只要是墙的行业龙头 它基本上呢都在 这个护生300里头 所以护生300呢是会 覆盖到呢更多的行业 这是今天的护生300 很强烈的地方 那窗外板呢是有强有弱 所以呢它的这个市场人气呢 并不是特别高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要解读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 就今天呢我们如果看看护士 会很清楚的看到呢 白线呢在上面 黄线呢在底下 而且白线立起来的时候呢 黄线呢是平着走的 这个呢同样是说明 今天上午的走向 主要是指标股之间的 对攻 这个偏这个 小一点的边缘一点的品种呢 今天的表现机会是不大的 是一个走着弱的 这么一个情况 它也体现在呢 这个 个股的涨跌比例上面 今天你看所有指数都上涨 所有指数都上涨 但是呢个股的涨跌比例 只是打了一个平手 就2100加 对2100多 就说明了指数呢走得很好 全都涨了 但是呢个股有的跟上了 有的没跟上了 所以从个股的角度来讲呢 涨跌比例是持平的 是跟指数的表现呢有差异的 那么从资金流向上面来看呢 今天的北向的资金呢 算是持续的回补 到五千收盘的时候呢 有47.27个亿的进买入 那么国内的资金呢 主要还是机构主力 这个主动的一个出击 形成了这个买盘的一个推动 大户产户呢 今天是有点跟不上节奏的 是一个小规模的卖出的 这么一个操作 这是这里头的一个差异 很明显就是 边缘一点的一些品种 今天呢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 大户散户呢 今天在操作上面 也相对呢慎重一点 这是这部分数据的一个情况 那么好的地方呢 就是今天的市场涨呢 它是内外市场的一个 呼应的一个结果 早上呢我们在开盘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说今天港股有很大的机会呢 出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从美股的走势来看呢 最近这两天经过呢 舆论这个引导之后 美联储呢又似乎稍微呢 有点鸽派 所以呢我们看美元指数呢 出现回调 然后美股呢出现这个连续的一个走强 大宗商品当中像原油啊 出现了幅度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昨天晚上 这样呢会推动呢 能源股的一个上涨 黄金呢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回到呢这个每盎司 1800以上 然后呢就是中概股 在昨天晚上呢 出现比较整齐的 一个反弹走势 那特别是呢 阿里巴巴呢 在昨天晚上的美股里头 它是先跌 然后拉了回来 那这样的通常呢 对今天这个港股啊 它的走势呢 就会形成刺激 那果不其然 在开盘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港股在极客竞价阶段 就出现了异动 这个异动呢 包括两大类 一大类呢 就是新经济这部分 普遍的一个大涨的走势 在极客竞价阶段 第二一个呢 就是偏生物医药类的这些 跟A股呢 可以形成强烈联动关系的 这部分个股啊 在早上的极客竞价的时候呢 也是大幅的 跳高啊 这个开出来啊 那紧跟着呢 就是这个 恒大这些相关品种呢 今天没有出现下跌 而是出现了小幅反弹 所以呢 港股的走势呢 就算是一个 比较污稳的一个走势 对A股呢 形成了一个刺激 既可以呢 通过互联网 相关的这些个股的反弹 形成刺激 就超级反弹 也可以通过呢 医药股的大举的反弹 形成了对A股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效率 我觉得这是今天的市场 在反弹上面的内外因素 结合的比较好 这是今天市场呢 很强的地方 很强的地方 这个强我们要承认 如果我们也要早出来 就是这样呢 才是看待市场 看待市场 所以呢 昨天我们讲说市场呢 在开盘的时候呢 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反弹 走的气势不错 人气没有受到呢 这个上周五的一个冲击 那今天呢 可以看到呢 就是各大门派竞权 主力队员上针 所以呢 走的呢 就是有量 有这个攻势 这是今天市场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呢 可以看出来呢 市场到了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 也就是说关键时段 这个争夺 那你不能够派一些 绑正队员上去 对吧 要上呢 就上豪华阵容 今天算是看到 豪华阵容 敬前阻力上阵 这是上这个走势的一个特点